主席各位委员 我这个也算是广泛讨论了 因为刚才登记的时候来不及了 我们在审查工厂管理辅导法的过程中 一直听到民进党听到经济部说 这一次的修法是为了将农地上的违章工厂 全部纳管就地辅导 听起来这个是名正言顺的 实际上呢就是为了要让农地上的违章工厂就地合法 本席没有听过在立法院 有哪一个法案是要就地合法的 民进党政府经济部 好像只听到这些农地上违章工厂业者们的心声 但是对于既有的合法工厂 农地上违章工厂周边或临近的居民来说 多年的环境 卫生及公安的梦魇将会持续下去 民进党政府却从耳不闻 因为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主政下的经济部 根本只为了经济 为了财团 只为了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 如此卖力地要在今天 要在立法院临时会强度观山 罔顾了地方居民的生命及健康福祉 要强行通过这一次的工厂管理法 辅导法修正 农地上的违章工厂 这不仅只是单纯产业或经济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也牵涉到地方政府的长期末世 放任对于现行土地使用管制制度的执行怠慢 以及违章工厂对业者对于土地使用的投机 对违规后所获得的稽额利润 及违规遭受财阀间的利益的前衡 这个都使违章工厂在农地上继续蔓延 这个也牵涉影响更周边的民众的居住 跟生活的权益 但是本席发现在相关的修正条文 完全看不到对于地方政府 有任何督促的具体作为 我们的农业委员会对所主管的农地 也没有听到农委会发声 这么多的违章工厂设置在特定农业区 在这么多的优良农地上协商法案的时候 农委会没有任何发声 农地上的违章工厂所产生的制造空气水土壤 及噪音相关污染环保署也没有任何反应 卫生福利部对于公共卫生的事情 违章工厂周边民众的健康 卫生福利部也弃之不顾 自若罔闻 那一切都是农业部说了算 那取得工厂登记后 好像是仿佛取得了一张免死清白 所以这样一个法要强行通过 我们的国土管理制度荡然无存 所以牺牲的是我们违章工厂周边 我们民众的生命及身体健康 所以请大家能够三思 谢谢孔委员 下一位请蔡委员陪会 谢谢孔委员陪会